然后呢 我的老板他是不会游泳吗 我是怎么活在陆地啊 你必须了解啊 潜水也是一个危险运动的 但是果实还有一点不舒服的 难配步了没有 记得为他加油哦 大家照相好 为了要让我们谨慎一点 要不然我们一直都很爱睡在出发 虽然我们今天是第4天 就是那我们要去丁家里的那个杰蒂 也就是下班的杰蒂 大概是一个7分钟的路 然后本来我们今天早上7点吃早餐 结果我们7点吃午餐提供 起不来啊 起不来啊 真的起不来 为了我们的等一下的活动早餐 我们还是睡足够一点吧 它是这边的看管员 对 OK 我们先把我们的车有个证据见 现在我们的车 我们要去拿票 因为其实这个酒店已经安排了 票给我们了 好多人去热浪岛哦 好 原来Rendang很多resort Rendang Beach Resort Rendang Iron Resort 废话 废话 这很贴近吗 K18 我们要去K08 还没开啊 开了 老板看到东西就想买了 来 拿了 那个Bording Pass 应该是说8点半就可以上船了 9点那个船开 我们现在已经在床上了 应该是两个小时的过程吧 其实我们是订酒店的 可能是在家的酒店 对啊 对啊 是啊 现在船 下船 下船 我们到了日亮岛 所以我们刚刚填完一些 入住手续 入住手续 然后现在准备拿 入住手续 去那个Dive Center那边 对的 哇 这楼子 这楼子 还有很多的吗 还不错吧 潜水员健康检查问卷 这里也是有一个责任民主席书 就是代表说 就是这个机构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 你必须了解 潜水是一个危险运动 你是不是一直提借 潜水是一个危险运动 最有风险运动 潜水是一个有风险的运动 对啊 就这样 过了三天的奔波 我们终于有一张 好的床 睡了 虽然我们是两个人住啊 但是它有一个床人床 一个大人床 大人床很明显 大人床是我老板睡的 然后床人床是我睡的 What 我们是住在一楼 所以就有风险的外面 但是也是其他的住宿哦 住宿蛮大的 对 就很经典的一个酒店啊 典型的酒店 对 然后它有提供吹风头 Good 开开心心啊 那我现在去吃午餐了 对好 好 这个太 boo 我们就吃了 好 น兴 蜡 蜡 好棒 好棒 茄子 豆腐 新 快服 FISH 哇 哇 你看星啊 那边拿多多 哇 ok 刚才我们 register我们的潜水的时候 那个instructor就brief我们咯 然后他就给我们这两本东西 一个就是 textbook 所以这四天我们要 cover完 全部的东西 然后 还有一个 dive planner 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过不到的话 你只 as a scuba diver 因为我们现在考的是 open water diver 他讲如果咯就是我们的 performance 或者progress慢的话咯 我们就是 到scuba diver咯 就是scuba diver可以 潜到 12 到13米 对 可是如果你是open water的话咯 你就可以潜到18根 反正就是你scuba diver 就是你还不知道 有收心的装备 所以你第二个infark 跟你一起去潜 但是如果你是open water的话 你只是需要跟一个 带队的人 一起去出船 出海 然后就可以去升线了 对 所以就是今天的星辰呢 会很满 基本上应该是 錄不到什么东西 还是可以錄得到啊 就讲我们的感受咯 早点起来 可以拍dory shot咯 最后的两个dive 才可以拍diving的照片咯 对 才可以dive后下水 然后咧 我的老板他是不会游泳的 我是不会水性的人 他是火性的人啊 我是 活在陆地 我 我不是两极动物 我不是青蛙 叫你那么牛啊 蛤 我是狗 哈哈哈哈 这样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烤到啦 应该没问题啊 这个dive有什么 轻松水飘过呀 ok 就等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 一点半 就开始我们的 diving costume 我们刚刚学完全部装装的东西 大概一点半到现在两个小时了 什么装啊 安全意识啊 那些啊 很多很多东西 嗯 OK 我们完全记不完 哈哈 因为我们没有提前问西 第一天是这样的啦 就 听到他想睡觉了 我登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我们现在下车 谁再见 我们 我们又回来了 哈哈 所以 反正是不容易 OK 我们先换衣服 然后我们再补充多一点 好 OK OK 我们刚刚前往水 冲了两下 在酒店的房间 所以 看来怎么样 前水 刚才 因为我不是很会游泳 然后 平时也没有什么玩水的人 很不自在 在水里面 对啊 所以刚刚第一次是练习 那个 呃 怎样在海里面用 一把呼吸 然后又吸它 总之就是 一开始吸的时候还好 可是吸脚过后呢 就会 不懂 可能就是肺部越来越辛苦了 又有点想吐的感觉 这次是果实 还有一点不舒服 那肺部了 没有 我就提早结束 然后老板娘 胜利完成 没有啦 她只差最后一个趴 其实她每个技巧都抓到 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学潜水 最好先学好你的游泳 不光是哦 可是 至少你会懂一点水性啊 你会调你的福利跟呼吸的 如果想像一个零的 绿油纹都不会 前水也不会 然后去学的话 可能你又会怕水 然后可能你呼吸又不会调 那个福利又不会调 可能练下练下 你又调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那个装备是蛮重的 十多公斤啊 那个空气瓶 然后背起来真的很重 因为刚刚我不舒服 背上来的时候 真的不舒服 然后又很重了 哈哈哈哈 然后又穿着那个 Shuffin的那个鞋子 又难走 好辛苦啊 哈哈 最后走了很久才到晚 OK 所以我们现在去吃晚餐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上课了 应该没什么回路了 嗯 今天的 影片就到 这边为止 希望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赞 分享 跟 订阅我们 然后已经订阅了的朋友 请记得 打开那个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Facebook YouTube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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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记得为他加油哦 我们要顺利考好这个 血水罩哦 这个YouTube播出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 嗯 就希望他可以考到啦 OK OK 哇你看他超开心的 他一点都不开心 很累啊 这东西他最开心啊 你跟他刷下巴一出来 好一点啊 OK 他看我讲没有胃口吃的哦 那好了吗 他就饿了 那个气出来还是这样 哈哈哈 没想要我拿来放在手啊 哈哈 哪里有 不是讲没有胃口吃的 这是刚刚的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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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大清卷哦 我现在拿几粒 呃 两粒 我要劲持一点 劲持 等下他拿第二盘的 在我没录的时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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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